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港版國安法的出台 使得香港變成了中美國力的主戰場 兩個國家分別拉攏盟友 要對於國安法表態 美國方面找來了五眼聯盟的成員國 但中國又找了什麼國家呢? 官方新華社今天發了一篇新聞稿 列舉了八大國家支持港版國安法 到底是哪八個國家呢? 原來是朝鮮、斯里蘭卡、緬甸、菲律賓、敘利亞 另外三個非洲國家 坦桑尼亞、布隆迪和烏干達 這八大國家真是救了 今次不是八國聯軍而是八國聯撐了 只不過在這個名單當中 原本有些說支持港版國安法的國家 突然之間消失了 沒有影響 例如是俄羅斯、伊朗和越南 到底現在這三個國家 是不再支持港版國安法呢? 純粹是沒有列入新華社的新聞稿當中 那就無從稽考了 但是已經反映出 似乎你中國的盟友不太堅定 因為人家五眼聯盟的國家 說明聯署還寫了一封聯署信 幾個國家的外長簽名 沒得走雞 現在這篇新聞稿 只是引述別人的說法 到底有沒有這些國家的簽名呢? 暫時看不到 反正就說這些國家支持 不過都夠厲害了 這些國家為什麼會支持港版國安法呢? 各有原因 比如說斯里蘭卡 它就是一帶一路的嚴重負債國家 甚至連港口都說要割讓給中國使用 在1999年 所以這次不撐也不行 另外緬甸 在過去的八年之間 對中國的出口貿易總值 是翻了一倍 主要就是受惠於近年緬甸 向中國出售天然氣 除此之外 還有傳統的大米、魚龍產品和礦產 這些國家靠你發達的 不撐你也不行 另外非洲三國 烏干達、布隆迪和坦桑尼亞 全部都是一帶一路的國家 全部都是受過你中國的恩惠 受過你的經濟援助 你中國在當地有這麼多的投資建設 只會被撐 實情就嚴少了 只有三個非洲國家撐 非洲有56個國家 其他53個為什麼還未出聲呢? 是不是還未到曬冷的時刻 暫時按住 現在就把籌碼出來 八個國家先 真是笑死人 其實這個布隆迪 就是位於非洲內陸的一個小國 北邊就是盧旺達 東邊就是有份支持 港版國安法的坦桑尼亞 西邊就是江國民主共和國 其實這八大國家 到底跟中國有什麼 共同的核心價值呢? 就是銀紙和利益鈔票 根本上跟其他國家的聯盟 沒有得比較 五眼聯盟有什麼 共同核心價值呢? 就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你只得銀紙 真是把鬼 故此如果你以利益掛稅的話 當然 在有共同利益的情況下 當然可以站在一起 當利益走到盡頭的時候 往往就是會細傾則絕 利窮則散 肯定就是會鳥獸散 因為根本上大家的價值觀 大家的信念都是不同的 到其時 採用你也浪費 其實中國現在都在表現一個 自相矛盾的邏輯 一方面就叫西方文明國家 不要干預中國內政 一方面就找這些盟友的國家去干預中國內政 只要這個說法是有利於中國的 是支持中國的 你就無任歡迎了 這些國家支持港版國安法難度不是干預中國內政嗎? 香港是你中國的一部分 那你在自己的國土立一條港版國安法 關外國屁事嗎? 關朝鮮、緬甸、布隆迪 關他什麼事? 不要緊 只要他支持你的做法 你就任他說 只要他反對你做法 就變成了干預中國內政 哪怕別人說明是要監督中英聯合聲明的執行情況 都不行 這些就是中國式邏輯 接著就說一下林鄭 他今天就連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和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上到北京那樹 進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公安部部長趙克志 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開了一個會議三個小時 他在北京見記者的時候 繼續大言不慘 他怎麼說呢? 人家那個記者問他 特朗普前排宣布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並且會對於中港的官員實施制裁 林鄭就說 這句說法是恐嚇 目前沒有詳細資料 美國這個做法是毫無理據的 因為每個國家都應該保障國家安全 香港人的信心是建基於一國兩制 這句夠搞笑 香港人的信心建基於一國兩制? 難怪信心會崩潰 他還說 香港的競爭優勢不是建基於外國政府 如何評論香港 你就看著你 他還說 看不到美國的制裁 能夠怎樣影響香港 這些就是自打嘴巴 他自己也懂得說 目前還沒有詳細的措施 特朗普在記者會上 只不過提供了一個大方向 就是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取消香港的經濟優惠 以及針對那些 殘害一國兩制的 中國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 現在還沒有具體的措施出台 你現在就說 看不到怎樣影響到香港 當然看不到 你還沒有具體措施 還沒有宣佈 這些人 怎樣做行政長官 而且你看不到怎樣影響香港 就純粹是自欺欺人 連葉劉也比你坦白 葉劉自己也說明 他自己是不怕制裁的 不過他提醒那些擔心制裁的人 就盡快要處理在美國的資產 因為幫助被人凍結 起碼他也夠坦白 在個人層面上 起碼被制裁的官員 現在已經說明兩件事 就是禁止他入境 以及可能會凍結資產 至少這兩件事 就已經是一個影響 至於在香港的整體經濟層面 你就更加無法預計得到 林鄭又不是特朗普肚子裡的蟲 喂 特朗普一向出招 都是不跟張法的 你怎麼知道他會出哪招 你這麼快就判斷得到 對香港是沒有影響 你就傻了 由你的口說出來 更加沒有公信力 還有 如果真的完全對香港的經濟是零影響的 你那幫特區政府的高官 使用三番四次殺有介事 走出來說是沒有影響 如果你那幫人 真的打從心底裡 覺得美國對香港的制裁是沒有影響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任得特朗普胡說廢話 不需要理他 你為什麼要這麼多人走出來安撫市民的情緒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好了 林鄭還說到 中央除了就立法聽取他和特區政府官員的意見之外 稍後也會通過多種形式去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 那什麼各界呢 原來就是包括特區政府其他的官員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以及香港相關的法律專家 以及港區人大和港區政協 喂 這幫人全部都是自己人 這個怎麼為各界的意見呢 首先來說 就算你聽不聽意見 這條港版國安法也是過硬的 立硬的 你現在去什麼聽意見 只不過是過場形式行禮如宜 即是告訴國際社會 不只是中央政府一以孤行 有聽取了香港人的意見 加了香港人的意見下去 作了調整的 你只是想做到這個效果 但你找到的全部都是自己有的 那些戲都懶得做 還有 你找到那些人去哪裡開會 原來是說中央有關部門 準備在北京和深圳開座談會 讓香港的各界人士和專家學者發表意見 喂 聽意見都不得已 還要去北京和深圳講 你可以講出什麼意見才行 對吧 分分鐘講完就不用回來 另外 有記者就問到他 喂 有沒有向韓正副總理反映 有些香港人是反對立法的 以及是反映外國政府的憂慮 林鄭就說 不會透露會面時候的內容 但是世界資訊又很流通 關於這件這麼重大的事 在香港有什麼意見 在外國有什麼人發表什麼意見 其實中央官員都聽得到 所以他就說 相信不需要由特首親自來到北京再反映這些意見 那真是好笑 那到底你上京做什麼呢 喂 原來你就自爆 連反映香港人的意見和憂慮這個功能都沒有了 你作為一個地方的行政長官 你就是要反映香港人的意見給他聽的 就算你炸家衣都要說自己有做 現在就擺出一副官道無求膽自大的樣子 就說中央聽到你們的意見 不用由特首親自去反映 請問你個人親自去到北京有什麼作用呢 你在香港打長途電話聽韓正訓話就可以了 用什麼人走到北京這麼遠 開視像會議也可以 現在的科技這麼方便 那你親自又要上到北京 是多餘的 如果你這個邏輯說得通的話 根本上是不需要上京述職 以後純粹來到香港 通話用視像 你真是來大譜 現在你根本上就揭示了一件事 就是你連反映香港人意見的功能都沒有你這個傀儡 純粹走上去聽訓話 人說什麼你就早來說什麼 你的傳聲筒浪費氣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